最後來關心天氣的狀況 根據中央氣象局資料顯示 未來一個星期到清明廉假的前兩天 都會是穩定天氣 只有東半部偶有零星短暫雨發生 而到了4月4號那一天 東北氣氛會增強 東半部會出現短暫雨 提醒民眾在外活動要注意防曬 還要補充水分也節約用水 這週末就是4天的清明廉假 根據中央氣象局資料顯示 清明廉假頭兩天都將是多運時勤穩定天氣 廉假第三天4日開始 有微弱封面影響 東半部將有局部短暫雨發生 提醒民眾出門注意防曬補充水分 這一週的天氣相對來說是相當穩定 溫度也相當高 我們可以看到高溫大概都來到29度 然後體感溫度可能在外面活動的時候 可能就已經會破30的感覺 所以基本上高溫都相當高 然後我們看到紫外線基本上也是蠻強的 所以基本上如果這一週在外面活動的時候 如果在外面有活動 如果你是在廉假開始 4月2號開始到4月5號的時候 你要出去外面活動的時候 可能要注意一下防曬 我們可以看到在4號 2號 3號 4號 基本上它的紫外線都還蠻強的 然後高溫基本上都大概來到快30度 低溫其實都還相當高 就是早晚可能約一點涼 大概21度 22度的一個情形 所以基本上這一週目前看起來 在廉假這一段時間 花東這個地方大概溫度相當高 然後天氣不錯 就是收假那一天可能有一些雨的一個情形而已 七美廉假5日最後一天 全台又將恢復多雲濕情天氣 氣溫回升 不過東半部仍有局部短暫雨機率 提醒民眾春天天氣變化快 除了注意防曬補充水分 也要節約用水 記者講邦彥 黃鐵師報導